记者洪素金台北报道,年底大选倒数65天,台南市长选举由民进党的黄伟哲,国民党的高斯伯及武党籍的林一峰三强争霸,高斯伯昨接受PITSFM联播网扣扣造参专访,他提出反暴政诉求,并直言台南人长期活在绿色恐怖下,必须改变台南市未来。 高斯伯提到,台南在政治上不会改变,就算人民认为民进党不该再执政,但因为民进党是让台南市民害怕、恐惧的,这种想法不敢轻易表达,他们对于未来也没有信心可以改变,但高斯伯想站出来,让台南市民知道未来是可以改变的,也要一举推翻赖清德任内的暴政。 周遇寇提问报证的证据何在? 高斯伯指出,六都之内,只有台南市65岁以上人口需自行负担健保费,另外房屋税也是最高,掉涨了81%,而前阵子水灾也显示出治水失败。 高斯伯认为,赖清德如果只是这些政策都没成功,那就是施政不足而已,不过赖清德不仅在施政上失败,态度口气太自满,又对人民克重税,这就是暴政。 在追赶黄伟者图中,又有一个成咬金Crazy Friday林一峰出现,周遇寇表示,也有民调显示林一峰支持度高于高斯伯,问及输了林一峰怎么办? 高斯伯也说,绝对不会输,输给林一峰民调是谣言,他的民调是第二名,林一峰是第三名,但高斯伯认为,林一峰是个有意思的候选人,他的票源就是打破蓝绿的选民。 高斯伯 HIT FM提供